秀林乡镇首席顾问肖采均集结各界爱心捐赠生活物资给秀林乡公所 由县政府社会处统筹分配运用直升机再运到精英酒店 西宝国小还有洛韶教堂 最后还用人力被运到各个受困区域 零四零三造成秀林乡和平村和富士村 特有个国家公园综合路上村民们道路无法通行 秀林乡公所也成立一边中心来营运 为了关心村民们的生活上的不便 秀林乡镇首席顾问肖采均同时也莫得大家的爱心 集结物资给秀林乡公所转赠给受困区域村民 凌晨12点正我就开始出发 因为我坐立南安 我知道有地震 这个零四零三的地震发生之后 我真的是坐立南安 人在彰化 心在花莲 太陆阁 所以我们连夜开了到这里七个半小时 那从昨天开始一直到现在 我实在是很难合眼 因为我从小在泰鲁阁生长 是多么美丽的地方 那现在所看到的桑崩 然后呢我们的乡民 还有我们整个环境叫做满木参宜 所以我眼泪往内往外都没有办法制止 很感谢在这里我的朋友 我的学生 还有一些我先生的家乡田中的慈善团体 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们秀林乡的顾问叫赵乃慧 很感谢他 召集了我们 更敬邀了我们国际师资会 江达龙先生 跟我们这边师资会的300A5区的 我们的这边的总监 跟那个我们的专区主席 谢谢你们 尤其是检专区主席 感谢你把所有这个师资会的这些的资源给了我们 还有今天呢 昨天是师资会的物资给我们 那今天呢 我把我所有好朋友的物资呢 那将近有10万块钱的物资 今天空投到我们的天想西宝 国小那一代 还有我们的和平 树林乡镇首席顾问萧财军表示 临次离散也造成修林乡镜内 春到有许多落实和倒入归类的情况 这次也集结各界的爱心 来捐赠物资 共同来度过这次的难关 记得终于学校的报道